如果我们把现实这个生活 都看成是电视里面的画面 这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 电视画面我们知道 可以欣赏 不能得到 你没办法得到它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现实的生活 可以受用 可以受用 可以欣赏 不可以控制 不可以占有 它得不到 刹那生命 你怎么能得到 所以要把人生在世 要看成电视里面的画面 假的 不是真的 什么都好 所以人人是好人 世事是好事 吃样你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没有一个不是好事 他真的表演 他真的表演演戏吗 演正面的好戏 演得好 演反面的 演阿比丁 演得好 演得很像 你就跳出他的范围 做鼻上 做鼻上罐 你做看戏的 你不是演戏的 迷了什么 迷了 跑到里头去演戏了 那就很苦了 觉悟了 觉悟了就变成看戏的 不是演戏的 所以祝福菩萨是在旁边看戏的 六道众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 天天看电视 而懂得这样看 那你就会了 这个祖师大带常讲 会吗 你看电视你会吗 会 会就开悟了 不会就迷了 做人也是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你会吗 会做人的成佛了 不会做人的 搞轮回 搞六道轮回 这就错了 关键就在据迷 不在别的